期間限定只要40塊 超級便宜 這是我心中壽司狼的第一名 這個絕對有在名單裡 沒有的話我 我 我就不幹了 有CP值就給過 哈囉我是Vivi 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現在人在壽司狼Suchelong 今天我本來是要來吃它 期間限定的40元鮪魚大腹 還有海膽包 但是計畫有變 大家知道香港最近也開壽司狼了嘛 那在今年2022年的時候呢 他公布了他2021年 香港壽司狼的Top10名單 就在我手上 我不能看 先給攝影師 那身為一個壽司控呢 我心目中當然也是有 壽司狼Top10的名單 今天就是要來盲猜 到底可以猜中幾樣呢 有信心嗎 有 走啦 好 那我們已經入座了 首先呢現在吃一下他期間限定的 海膽包 這個海膽包他時不時就推出一下 然後我自己就是一個海膽扣 哇這一顆真的 滿滿的海膽CP值超高 它這個海膽呢 很濃郁 就是這個 很creamy的感覺 然後你一吃下去 那個海味就全部熄來 但是要注意的是 它這個味道的話 還是會有滿重的臭車味 下一個的話呢是 黑鮪魚大腹 登登登登登 綺麗 超漂亮的 你看到它這個 完全就是粉紅色 那我這邊拿我剛剛點的中腹 跟你們比對一下 他們兩個就是差別滿大的 這個大腹呢 就是比較偏 粉紅色雪花蜜布的顏色 然後這個中腹 它就是有那個 鮭魚那種油脂線條的感覺 那這個大腹啊 它現在元旦活動呢 期間限定只要40塊 超級便宜 いただきます 我現在吃完啊 那個油味完全 留在我的嘴巴裡面 它就是 還是咬到魚的口感 不是一咬即溶的那種 但是它同時又有油分 然後那個鮪魚的油度 它是越咬越香 大腹應該會在前十名吧 有沒有 有 有吧你看 好 再來就是剛剛說到的 鮪魚中腹 超漂亮的 我自己的話 就是吃壽司的話 我最喜歡的鮪魚部位 就是中腹 因為它就是 還是保有油脂的感覺 但是又不會到 赤身那麼的酸 也不會到大腹那麼的油 這一罐的話它是60塊 我覺得以中腹來說 價錢還是算蠻便宜的 我猜 它一定有在前十名之間 有嗎 有 第二名喔 第二名喔 是不是中腹 懂吃懂吃 哇 它那個中腹又好細喔 它的口感跟口味是完完全全大勝剛的大腹 下一個呢就是這個 酪梨鮮蝦 酪梨鮮是我來壽司狼第一點 而且酪梨鮮蝦它是 日本的壽司狼自己研發出來的彩色 別的壽司店是沒有的 酪梨鮮蝦 酪梨鮮蝦真的是我心中 壽司狼的第一名 我覺得它酪梨的那個很濃厚的感覺 加上洋蔥的解膩 然後再加上它那個美乃滋的酸 跟鮮蝦在一起真的是 太絕妙了 它一定會在前十名裡面 有嗎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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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接再厲 我跟下一道非常有信心 這一定會在榜上 這個如果沒有 我也不能幹嘛 就是這個 大切生鮭魚 它的鮭魚的話有分成兩種 一種的話呢是 大切一種是普通版 然後普通版是四十塊 這個一定有吧 它是第幾名 是不是 董事我跟你說 鮭魚就是一個必點 我跟你們說 它這鮭魚真的太讚了 它就是非常新鮮 然後它的飯雖然是機器捏的 但是捏的沒有針線那麼緊 所以你在吃進去的時候 那個飯還是可以這樣 化開的感覺 下一道喔 其實我沒有很有把握 但是我真的覺得 我不猜它對不起了自己 因為我自己來壽司長的話 我一定會點它 就是它 這個應該有吧 謝高軍劍有嗎 謝高軍劍 還有 QQ 好啦有點意料中 推薦喜歡濃厚口感的人 可以吃吃看 真的好好吃喔 我真的好喜歡蟹膏 它就是滿滿的海味 而且我覺得 壽司長的蟹膏 已經是評價壽司裡面 比較不新的了 接下來的 我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前十名怎麼可能沒有干貝呢 我超喜歡壽司長的干貝 它就是切得超厚 這個干貝的話 一定有前十名 有嗎 欸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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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干貝不是必點嗎 我推薦大家喔 就是點干貝的話 還是可以選炙燒的 它就是表面會脆脆的 焦焦的 然後裡面也有干貝 那個軟糯的感覺 然後還有那個海味 帶來這個呢 是我平常來壽司長 不會點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它會在前十名以內 因為啊 我自己喜歡吃比較 pure一點的壽司 我沒有很喜歡 加醬的 或者是 什麼加起司啊 明害子啊 我都覺得有點 太虛花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一定會上榜 就是 起司鮭魚 這應該會上榜吧 有 喔 是不是很前面 去去看起司鮭魚 坦白說還不錯 它上面有 也有那個日本奶滋 酸酸甜甜的 但我是覺得它這個的 起司味 有點蓋掉 鮭魚原本的味道 身為CP特派員 我宣布 壽司郎我覺得CP值最高的就是 這個 鮮蝦三罐 它的話呢 就是一盤裡面有三種蝦子可以吃 只要60塊 超便宜的 這個絕對有在名單裡 沒有的話我 我 我就不幹了 有真的有 差點失業 第六名 第六名喔 它我以為它會在前三耶 因為這個真的CP值很高 而且又好吃 那第一個先吃 嗯 最普通的這個好了 這應該沒什麼好評的啦 基本上就是 一般水煮蝦拍點這樣 吃醜吧 它上面放三隻超有誠意的耶 好吃啦 好甜好好吃 但它還是會有一點點小心 而且 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是沒有嘗試過生蝦的人啊 不要第一個吃甜蝦 因為甜蝦它是比較 軟軟糯糯糯糯的 所以 如果是不敢吃生蝦的 應該會怕爆 最後一個 就是赤蝦 赤蝦的話是所有生蝦料理中 我最喜歡的 因為它很大一個 然後肉質又很有咬勁 給大家看一下好吃的赤蝦 好吃的沒話說 各位 這盤吃了會爆 下一個呢 我來壽司狼也是不會點 但是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品項 就是 鮭魚卵軍艦 為什麼是我來壽司狼不會點呢 是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 壽司狼跟 醬壽司的鮭魚卵軍艦 會有點 咬不破的感覺嗎 鮭魚卵軍艦 沒有 沒有啊 沒有 這是經典不敗欸 為什麼 難道是大家都跟我有同樣的感覺嗎 就怪怪的 就咬不太破 吃起來味道也不太一樣 再來是我超愛吃的魚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台灣人好像 蠻多人沒有在吃這個的 就是 屍魚 我超喜歡屍魚的 這個 屍魚他雖然是白肉魚 但是他在我心中就是 有著跟 比木魚齊邊 一樣屹立不揚的地位 因為他這個裡面啊 他就是雖然是白肉魚 但是他 所以吃進去就是可以吃得到那種 油脂鮮美的感覺 然後又可以吃到他裡面那個 白肉魚的那個 細緻的清甜感 先問一下 屍魚有嗎 屍魚副排名第10名 喔第10名 還行還行 擦邊擦邊 吃魚 這就是我的愛 他肉質就是柔柔綿綿的 然後 他雖然是白肉魚 但是又不像 鯛魚那麼的 硬那麼的脆 也不像 鰭魚那麼的 刷刷 他就是一個 充滿油脂 很舒服的味道 好 我猜完了 雖然不是道道都猜中 我剛剛猜中幾樣 猜中六樣 剩下四樣是什麼 蝶魚 蝶魚 啊 蝶魚的話 他其實就跟那個 筆木魚棋一邊很像 然後他這邊的蝶魚 是終於有放了一片紫蘇的 嗯 各位他完全值得前三名喔 他那個紫蘇雖然給很小片 可是我咬完之後真的 嘴巴就是一個 哇 他全部都是那個紫蘇的香味 很搭 蠻魚的 我平常去壽司店 不太會點蠻魚 但是我覺得這個蠻魚很大方耶 你看他給超大一塊的 嗯 這樣如果好吃 六十塊我覺得很可以喔 很明顯 口感吃起來的話比較粗糙 然後 他的補燒香也沒有很重 然後咬起來感覺 放很久的感覺喔 最後一個是什麼 我好期待喔 最後一個是 鹽芮牛排 那你 這邊那個蔥都吹得很粗 他那個牛排啊 雖然乾了一些 有一點點的胡椒那個辣度 然後又有 他上面那個醬汁的甜 這個的話 如果你來壽司廠不吃生的話 可以點 好吃完了 這次呢 香港前十名 壽司廠排名 我給的美味指數是 四顆星 我本來想要給他更高的分數 但是鰻魚真的是吃起來有點弄 所以就先給他 明顯給四分 這次的CP指數的話 我給 4.5顆星 我覺得壽司廠的CP值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那他現在就是有這個活動 就他的鮪魚大腹只要40塊 真的CP值超級無敵高 很值得來吃吃看 那這次猜的話還行啦 六四還可以吧 每個人用每個人的喜好嘛對不對 那你們喜歡吃壽司廠的什麼東西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知道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的通知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